酱酱牛肉入口即化配上香Q的台庚五号白米饭更是满足 还有这淋上满满泰式即将的猪排 却在嘴里丰富的水果味直冲鼻腔 有这样的便当菜吃便当也能超幸福 我觉得很特别啊 因为一般在市面上都吃不到泰式的便当 就是酸酸甜甜的还不错还蛮入口的 泰式餐厅抢午餐生意开始卖起便当来 不过料理过程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鲜嫩牛肉炒之前一定要先过油 过油的目的是让肉质比较滑嫩 在炒的过程中味道比较容易吸收进去 吃起来口感会非常的爽口 牛肉加上泰式辣椒酱 主厨特制甜酱 还有辣椒洋葱一起大火爆炒 这道甜酱牛肉微酸再甜混下饭 还有加了香茅柠檬叶南姜凤梨腌制的猪排 外皮炸到金黄肉质还是鲜嫩多汁 淋上清爽的鸡脚 夏天一吃就上瘾 解最美味